意大利著名旅游圣地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 短短48小时内再度喷发 大量滚烫的熔岩只充天际再洒落山坡 就连夜空都被软红 场面相当的壮观 是的 埃特纳火山的沃拉贡火山口 沉睡了4年后开始活跃 这个星期频频喷出炙热熔岩 一度迫使西西里岛机场紧急关闭 根据路透社 埃特纳火山之所以成为当地爆发力最强的火山 是因为岩浆内的化学成分加剧了喷发的情况 威力就和另外一座斯特隆火力火山齐名 海拔高度3324米的埃特纳火山 是欧洲最高活动最频繁的火火山 也是有记录以来历史最久的火火山 最早喷发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425年 被沙灭 沉河啷发的一集 员